女排世界第一人朱婷,年薪高达1100万,实际到手的工资有多少? 说到女排队伍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这是支付有活力的队伍。 说到朱婷,可谓是人生赢家。她在24岁的时候便能拿到数百万欧元的薪资。 朱婷年薪高达1100万元,但是到手里的工资会有多少呢? 在欧洲,所有的运动员工资都是税后计算的,也就是说朱婷的工资是不用纳税的。 不过,经纪公司的费用以及河南省和中国排球协会之间的比例工资需要她支付很多,加起来也是比很大的开销。 首先作为一名中国球员,想要在外国的俱乐部打球是需要一家打理机构的。 与明星一样,经纪公司大概要收取朱婷10%的费用,考虑到经纪团队的成本问题,需要支付的金额大概在10万至15万欧元不等。 然后,朱婷的年薪还要拿出来一部分交给原来的河南队和排球协会。 这是个大数字,占据了28%,约37.8万欧元,所以经过这些抵扣,最后朱婷到手的只有97.2万欧元,折合成人民币为767万,跟1100万相差甚多。 为什么要交这么多钱呢?因为如果朱婷不为此付出,就根本没有出国比赛的机会。 并且朱婷的运动员身份是在河南省注册的,是其系统中的一员,并且是有汇编存在的,要接受体制内的一切规则。